在科技上班的羅興男子在西門街頭 被寶大的圓景發現身上有毒品 一鳥變媽寶 裡面有沒有戴不開家的東西 沒有 我可以看一下嗎 眼看羅興男子神色慌張 寶大圓景決定上前盤查 果然 你這個袋子裡面拿出來是不是 狼 不是啊 這個在你的袋子裡面的嘛對不對 那就是狼 狼 我跟你講喔 你先上 我跟妳說 請上 不是不是不是 儘管包包裡被發現裝有毒品殘渣的玻璃球 男子還是矢口否認不可配合 但卻因為一時心慌 把玻璃室大人叫成問獎 帶上警車後 行徑更是180度大轉變 你要跟我們回去啊 腳伸進去喔 你不要這樣 來 背包給他 你跟我走 我真的不行 我放你走 回頭 我幹嘛放你走 你怎麼跟我走 為什麼不放我走 老實講我們還是要回家 可是你真的要抓我 直接男子不斷哽咽求饒 甚至用腳擋住車門 圓景好不容易上車後 男子居然放聲大哭 你為什麼一直叫我們要你走 我不要這樣走 你給我個機會 給我個機會 回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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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為什麼我要走 手裡管是什麼東西 你有使用過嗎 只要你坦白就好了 雖然男子情緒幾乎崩潰 警方還是將他帶回查驗 從他身上又找出四小包安非他命 男子這才坦誠吸毒 物交損友 以為吸食安非他命可以提神 結果反而造成反效果 懊悔不及 希望警方能夠原諒他 男子向警方表示 自己在科技產業任職 因為工時長壓力大 才會想要吸毒提神 如今不但毒癮纏身 身為科技新貴的大好前程 恐怕真的 回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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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來了 這叫李憨婷李洪寬 台北報導